既然我這麼厲害, 給我喝兩杯吧 別玩了, 正在做事, 先鬆好吧 又會你說得通 好, 放你走 臭女兒 你忍著 免得被人說你像那些低等動物 聽說那些低等動物不是用腦子想的 是用… 撞死你了, 閘外吧 你想死嗎? 雷姐在這裡 雖然是事實, 但你也不要那麼噁心 當然是 說實話, 我真的很久沒見過大佬君 虛偽了一個女人, 你看 你看看, 弄得這麼糟糕, 多糟糕 如果那女人這麼猛烈, 帶下來給我看 你還帶她下來? 多虧她一秒, 我也想死了, 媽媽 人家畢竟是你的同事 口說話就尊重一下人 那就是你不對, 不如介紹給大佬帶 媽媽, 你不是這樣害大佬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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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一瓶啤酒吧 金哥, 一瓶小啤 收到 快點 大哥 讓我來 Dee 不要在這裡賺錢 你又要我收拾你手了嗎? 快點 你嗎? 一個人喝酒的 你D男朋友呢? 沒有 我今晚想一個人喝酒間門 一個人喝悶酒, 越喝越悶 你是阿Sam的代表律師 不是不可以私底下 跟對方的客人接觸嗎? 你不怕我的律師公會告你嗎? 我現在不是用律師的身份 是用朋友兼這道酒吧老闆之一的身份 來請你喝酒猜妹 收不收? 那你是不是用朋友兼這道老闆之一的身份 我先來請你喝酒 你說怎樣就怎樣 好啊 狗男女 狗男女你認識嗎? 你去公司的低等動物 和我找人的X 你來酒店幹嘛呢? 好 雖然被告丁榮炳和她女朋友王美玲 由1998年開始 一直在九龍深水埗福榮街 二十六號三樓同一個單位 但是樓契上面業主的名字 就只有王美玲小姐一個人 所以王小姐是絕對有權 將該單位轉換給我當事人 也就是羅淑芬小姐 既然被告和王小姐並無婚姻或親屬關係 那就是說 被告根本沒有該單位的居住權 所以我請求法官閣下 批准執行我當事人申請的禁制令 禁止被告繼續在該單位居住 以及要即時遷出 丁先生,請問你和王小姐在一起多久? 差不多也有十年 你們沒有註冊了 但你怎麼稱呼王美玲的媽媽? 我和她一樣,都叫她做媽媽 那你每個月有沒有付錢王太太? 有,十年來每個月都付八千元 是家勇? 層樓契她媽媽買給她的女兒 所以樓契上面寫著美玲的名字 後來我搬去和她一起住 我是男人,難道是白住嗎? 所以每個月我都會付八千元媽媽 再為我和美玲供回層樓的錢 那請問丁先生你是做什麼職業? 我開的士 每個月大概有多少收入? 其實說不買的 如果生意好,又沒有收到牛肉乾的話 大概也會慢鬆一點 其實只是慢慢的 我還打算將來和美玲生活得好些 可以儘快把錢還給她媽媽 就算多辛苦,我也去讀中醫 希望將來我可以做到醫生 可以賺多點錢 想不到我辛辛苦苦為了投家 到頭來,什麼都沒有了 法官閣下,雖然在樓契上 並沒有我當事人丁榮炳的名字 而且我當事人和王小姐 並不是合法的註冊夫妻 但這十年來,我當事人和王小姐 過著一些和夫妻沒有什麼分別的生活 而且每樣事都為王小姐著想 還定期將每月八千元交給王太 作為公樓的費用 這證明我當事人對於這層樓是有付出過 縱使王小姐將這層樓賣了 但我當事人是有權分割這層樓的部分得益 請問你是否是王美麗媽媽 是 王太太,丁先生每個月給你八千元 是否用來供樓 沒這種事,層樓是我買給女兒的 誰知道她搬了東西之後 連分手都賣了,她也不肯搬走 我還沒見過這麼厚臉皮的人 王太太,我當事人每個月給你八千元 要不是用來供樓,是用來做什麼呢 她說給我老人家買糖吃 每個月給你八千元買糖吃? 那王太太這種事沒事吧 反對被告律師曲解我當事人的意思 我相信王太太說買糖吃的意思 是零用錢的意思 是呀… 丁先生每個月大概收入一萬元左右 有了,但就給你八千元做零用 要不是丁先生他就很孝順 要不是他就有點傻傻的 你同不同意嗎? 那他想娶我的女兒嘛 當然要討好我的 難道他整份薪金都給我 這樣也算犯法 被告律師還有什麼要問或補充的 如果沒有的話,準備見案陳詞 被告律師 法官閣下,我還要一個文件呈上 答案,法官閣下 所以我作為證據的文件 應該在開庭之前呈交 被告律師這樣做,對我的當事人 太不公平了 法官閣下,這份就是我當事人 住的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會議紀錄 裡面還有這座大廈的業主 財政報告和維修報告 可以證明我當事人 的確有我這個單位的業權 原告律師反對無效,將會議紀錄程上來 所有立案法團的文件都是由我當事人 即是丁榮炳先生作為業主代表之一簽名 最重要的是這十年來 該單位負責大約維修的費用 都是由我當事人來支付 即是說王小姐認可我當事人 作為這個單位的業主 本席現在宣判 雖然樓契上面 並沒有被告丁榮炳的名字 但是基於行評法裡面的 不容否認無則 本席有理由相信 王太十年來一直接受被告 每月八千元公樓的款項 和王美寧授權被告 出席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以及支付維修費用 是一種對被告 擁有該單位業權的默契 本席對於丁先生 為了自己和女朋友 將來的生活努力付出 非常感動 所以本席現在宣判 被告丁榮炳 有權分得該單位一半業權 原告羅女士所申請的禁制令無效 原告人可以向賣家王美寧 追討收不到房子的一切損失 退庭 我認了,可以分一份房子 好,我也叫你放心 Vincent,謝謝你 全家都交好發援處 我知道你不用搬 還要去分一半層樓 別客氣了 謝謝,再見 怪不得這麼賣力 我都猜到的士路沒有這麼聰明 去發援處點名叫我打這間案子 現在阿炳又有層樓住 你的錢是代手落袋 就一家便宜兩家著 是開心的事 很開心 很開心 Vincent他很忙 大律師有很多官司要打 總之他有空 我就約你們出來吃飯 不說了,我要煮飯了 好,再見 回來啦? 煮什麼?這麼香 我今天加了菜 特意慶祝你贏官司 你又知道我贏了官司? 我男朋友這麼聰明 有什麼難得他呢? 那個丁先生贏了是不是很開心? 官司贏了,不過很傷 你不是叫他去找法輪嗎? 隱形戰隊,現已熱播中 想看更多精華片段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啦